好 今天的新聞焦點呢 我們持續帶大家來看 這個是硬核片了 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警匪追逐槍聲大作 不是拍電影 是真的 南投的人愛分局前呢 這個轎車拒絕攔查 衝撞警車之外呢 他還跑上山狂飆 180度的大甩尾 這畫面都被拍下來 非常的驚險 警方當街開了兩槍 嫌犯繼續逃 後來呢 自撞忽然 他又跳下山谷逃亡 事隔一夜 在今天早上七點多 嫌犯呢 身中槍傷 無力躲藏 終於還是落亡 不要去 不要去 霧射接頭 槍繩打坐 黑色轎車衝撞警車 目擊民眾嚇得躲回屋內 警匪追逐 如同電影般真實上演 黑色轎車被十多名員警團團包圍 但他一個衝撞倒車大甩尾往山下逃 兩部行車就夾著他 他就前進後退就馬上就 輸掉就走了 過程中 黑色轎車被撞到 連保險桿都掉落 一個八字型180度瘋狂甩尾 接著衝撞護欄後 駕駛汽車跳進山谷 警方整夜大規模搜山地形陡峭 加上事件昏暗增添難度 直到一早七點終於發現人影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你昨天晚上在哪裡 我覺得你睡在上面 睡在哪裡上面 嫌犯終於落網 是綽號阿仁的逃逸移工 他的左手臂受了槍傷逃亡一夜 還自行用草藥敷著傷口 警方追逐三公里路 最後又在嫌犯車上 搜出了上百公斤的珍貴木材 山老鼠上山盜墓 行經分局大門口藍茶點 警方開槍嫌犯撞緊又逃逸 躲了一夜 最後因為槍傷痛苦難耐 終於落網 記者曾美翔 楊金武彭新南投報導 如果說家裡頭有小朋友 尖銳的東西呢 就算是修眉刀 也一定要收好好 家裡有一名兩歲的小朋友 防疫期間呢 在家裡頭玩 然後呢就把媽媽的修眉刀 拿來這邊東畫西畫 一個不小心 把自己的右手 食指都給切斷了 好痛得娃娃大哭 當然媽媽也是非常的擔心 雖然說這個叫做安全修眉刀 但是因為非常的銳利 再加上小朋友的手指 非常的脆弱 幸好呢 送醫急救之後 經過了三個小時的手術 血管跟神經都接回去了 照片中少男童伸出右手手指 最後一節被割開來 手指頭整整一公分 居然被修眉刀切斷 不停噴血 刀片去割到手指頭 也不知道怎麼割的 手指頭就斷了一節 斷指一味發生在嘉義 這名兩歲男童 防疫期間在家 竟然趁媽媽不注意 把玩化妝台上的修眉刀 切斷自己的右手食指 割斷手指的就是 類似這款修眉刀 明明標榜安全型刀片 但一面刀片 另一面有加蓋保護 男童食指仍然被割斷 我是覺得蠻誇張的啦 因為那種東西看起來 是小小一隻 眉刀筆太危險了 要把它收到 放在這裡 修眉刀怎麼會變成凶器 母親嚇壞了 帶著斷掉的手指 找醫生幫忙 經過三小時 顯微手術才順利 接回神經血管 運氣還蠻不錯的 有找到神經跟血管 可以把它接回來了 美容用皮門收好 變成凶器 好險男童不是割傷大動脈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據透過馬嘉瑜在意報導 好帶大家走一趟台灣的山區 怎麼現在呢 土石流的情況 好像還是讓當地的居民 覺得相當的驚險 高雄的桃園山區呢 這個土石流的情況 從上游沖刷到了溪口 來看到這個滾滾的土石泥沙 還掀起了大浪 那麼在明霸克路橋斷橋的地點呢 現在變橋是已經搭好了 但是呢 也因為這個土石流 再次的來襲 好又被沖壞了 幾乎都看不到 公務段現在評估 可能要等穩定一點 一兩個月雨季過後 災民才能夠安全的通過 只是現在還等得了嗎 災民說現在為了維持生計 他們還是扛著 現在已經收成的芒果 走兩個小時的路 到山下去賣 這畫面曝光 讓人覺得很心酸 午後一陣大雨 高雄山區桃園區上游 溪水又暴漲 夾帶大量土石 黃沙滾滾 山紅就要爆發了 溪水不斷向下 沖刷到棉巴克路橋斷橋處 玉碎溪口湧出土石泥流 如同海上波浪一波波襲來 畫出大圓弧形超驚人 原本已經蓋好的300公尺 便橋被蚕食驚吞 幾乎快一點也不剩 土石泥流破壞力又多強 快手要來不及逃了 之前土石流摧毀帳篷 就連挖土機都快被衝到翻車 滅頂 搭便橋南上加南 這個地區稍微再穩定下來 一兩個月 重新開挖搭建安全 便橋需要再等一到 兩個月雨季過後 但山區部落物資短缺 上午空勤直升機抵達部落 居民立刻過去協助搬運 17號運送米780公斤 青菜186公斤 以及過敏兒奶粉 大人小孩尿布等等等 總共兩架次 重量將近1200公斤 除了物資 居民運送芒果同樣費勁千辛萬苦 我已經過了那個 過了川崎的地方 趁著雨停吸水稍微平緩 但還是很團急 徒步得走兩個半小時 扛下山 讓人看得好心酸 邊橋一時半刻無法完工 居民只希望流動快快搭建好 讓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 跟商業活動不再短缺 記者 疑心王書宏高雄島 最近台中市區說很奇怪 怎麼出現了很多天坑呢 16號下午在文新南路上 又出現了一個大破洞 跟上次的天坑吞車 只差了五天 又在相同路段又發現了 現在緊急來回田 相關單位主動發現可能是地基有異狀 那麼另外兩年前的CN案 八人遭到重判 那剛上任的副參謀總長王欣禮也驚爆說 就在上個禮拜三 他結束了一場公務的行程 回國的時候呢 疑似也超量的攜帶了七條香煙遭到查獲 名嘴痛批 這些大官都帶頭違法 應該要最佳一等 蔡總統2019年出訪爆發燕平走私案 前國安局人員吳宗憲 張恆佳等八人重判 沒想到剛剛上任的副參謀長王欣禮卻傳出 在上禮拜三結束公務行程返國時 疑似攜帶七條香煙超量被查扣 副總長帶頭違法哀哄真是太白目 現在還做這種事非常白目 不是什麼白目的問題 這就是違法 身為副總長帶頭違法 這應該是最佳一等 所以如果蔡英文政府這次又獲悉你不處理 只是隨便警告或是記過了事 以後整個政府單位 所有的官員的紀律就淡然無存 這個喪行下效一定要嚴懲 王欣禮為陸官五四期承認 實軍團陸軍校準部 棚房部指揮官等職務 七月底升任副參謀長 不久就傳出超代私焰 對照當年私焰案前市委長張傑 被把關後能動兩年 今年二月就解凍掉訓練次長 四月轉任國防大學副校長 跟黃論時任警衛室主任陳敏華 被繼大過懲處後 還從上校晉升到少將 還被調侃根本是七星 少將也讓人質疑 難道司法碰到大官就轉彎 這些法律其實只是規範平民老百姓的 這讓大家有一個不公平的心理 民進黨政府的邏輯非常簡單 他不在乎你有沒有犯錯 你有沒有犯罪 他在乎的是你有沒有對他效忠 你是不是我的人 把國家當作自己的私產的想法 這是非常惡劣的一種欣慰 相關人員完成反國隔離的程序之後 會配合調查來釐清事實 立委也質疑 國防部出國都是團進團出 抄帶香菸根本不用等到檢疫完成才調查 呼籲國防部明快處置 別再找藉口掩蓋真相 這綜合報導